两元一条能买这种泰国大耳朵 我咋那么不相信呢 今天就买回来一看究竟 先用王奶奶剪脚支架的剪刀 把泡沫箱打开 这张红色的广告 是不是又想骗我的好评 至少得先让我看看鱼怎么样才行吧 现在都二十几度 还要鱼盖一床棉被 都不怕鱼被闷死 果然说啥来啥 先自己抽三下 护着乌鸦嘴 总共六条就挂掉了三条 关键是两条母鱼死了 太可惜了 还是老规矩先丢缸里 泡上半个小时温泉 希望泡水过程中 剩下的三条一定要撑住 过温以后 再借用下王奶奶的剪刀 袋子剪破的一瞬间 一股恶心的气体扑面而来 不知是王奶奶的脚臭 还是死于散发的臭味 立马我就滴了几滴亚甲剂来消消毒 否则把我其他的鱼也臭死 我就玩犊子了 这两条公鱼看起来还不错 养上几天颜色会更好看 母鱼个子挺大 就是看起来太丑了 两圆一条的泰国大耳朵 都长这样了 整个十圆一条 那不是要起飞了 大家说说 这是正经的泰国大耳朵吗 好 仔细的泰国大耳朵 谢谢大家